老板新修了一栋房子 挖机要过来干几次 从最开始的挖机拆旧屋 然后挖场地 挖地基 老板的房子建得差不多了之后 门前的地平前面有个坎 比较高 又行我过来挖了一个保坎基础 保坎挖好之后再过来回田 终于是到了最后一步 今天老板的精神就是 把整条日付的路降一降 挖的土就装车拖到前面 前面因为做保坎气墙搞起来之后 前面插了很多的土 再就是屋后面挖一个毛屎坑 前面的地平还要下降75公分 进门口的地方挖一个斜坡做台阶 整条路地平都要搞平整 搞完之后打上粉泥土 这样挖机所有的工作就都基本完成了 首先我们先大概把路面降一降 挖的土我们先装车拖到前面去 因为前面的地平降下去还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 所以一次性挖到位那肯定是不可能的 我们先降一层装车了再说 屋旁边这里打完粉泥土之后 肯定要比旁边的该盐要低 所以这里我们也降一降降下去 整条路降完一层之后 现在已经确定这条路该怎么修 收到这里之后 我们转过来把车拖的这些头给它平一下 这里我们挖点C砖头 把旁边的墙复一复 因为等一下路面再降 挖起来的全部是土 老板怕填在外面 一下雨变成泥 容易把墙压垮 挖好之后 我们继续去修路 根据它本身的地形 这条路修下来会有两个坡 第一个坡就是在这里 以前面最高点平路 到这里的最低点平屋檐后面 两点相连 挖成这样一个流水坡 我们把下面产一产 旁边修一修 然后从前面收过来 一产一产我们往后面收 你看收下来就刚刚好 继续往后面收平收过去 这里还有第二个坡 我们先不管 我们要等到前面下降75公分 挖平之后 我们再来挖这个坡 这里扫一扫 我们去后面 给它把毛石挖了 我们要从这狭小的空间里面开过去 老板觉得这后面高了一点 要我收一收 那我尽最大的力量 给它弄一下 因为前面实在是过不去呢 挖不到了 所以我们就从这里收一收 往后面收过去 收过来之后 在这里给它挖一个毛石 两边削一削 缠一缠 挖一挖 你们看啊 这样就差不多了 这么大一个坡 这拉屎要拉多久 退出来的时候 把路上稍微的扫一扫 终于只有最后的地平要修整了 从老板放线的位置 直接就踩下去 踩下去75公分 不确定有没有挖到75公分 我们喊老板过来量一量 量好之后 好像刚刚好 我们继续挖过去 里面挖好输过来之后 我们先把这些大的土 给它轮平 整块场地 大概下去75公分 搞得差不多了之后 我们再做最后的精细操作 因为是打粉泥土 高个一两公分都不行 所以我们要好一点 收一遍 进门的地方 挖成一个坡 因为这里要做一个台阶 多的土就往后面转 继续往后面收 把这里收平 这里面也是要挖下去75公分 这两边我没看懂 不知道这里是要干个啥 难道是这四周都有台阶 前面打粉泥土的位置 终于是给它收平了 最后再把这外面给它收平 这外边可以填高一点 因为是填得酥土 它以后还会下沉 来来回回 少来少去 这前面也弄平了 后面再扫一扫 后面再扫一扫 最后就是无情的仿佛碾压 仿佛碾压以后 这效果就非常的棒 现在就把这第二个坡降一降 前前后后来来回回 都扫一扫 然后再给这条路 来一个无情的碾压 这样挖鸡干的活就成不结了 以后我这里也不会再来了 我们看一下空中效果 咦 就很棒 就很棒了 字幕 李宗盛